各位观众朋友五万欢迎收看这节欢宇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开始先带你聚焦 马来西亚航空NH370班机失联超过一天 从昨天凌晨零时41分起飞到现在已经超过36小时了 大家都想知道飞机到底去哪了 原本坚持飞机只是失联 马航就在刚刚转变了态度松口指出最坏的状况已经发生 机上239人已经凶多吉少 马航已经跟美国搜救公司合作 目前包括了美国、中国、马国和越南总共以7个国家联合搜救 虽然还没发现飞机残骸 但是越南空军公布 在越南海域发现有两道油污的画面扩散面积长达15公里 怀疑这可能是飞机残骸露出来的 目前已经将油污的样本送到马国检验 而现在越南军方表示 现在在越南南部海域发现大片的油籽跟垃圾 疑似是来自失联的马航班机 另外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 目前已查出共有4人冒充他人护照 登上马来西亚航空MH370班机 目前正与国际情报和反恐组织合作调查 以确认是否涉及恐怖组织活动 马航在今天上午展开和家属一对一的谈话 而且表示将带两名家属先到吉隆坡等待消息 曾经被誉为是亚洲最佳航空的马航 这次的危机处理遭到强烈之意 内阁改组后行政院上午举办政务首长研讨会 这也被视为内阁团队的再整队 行政院长江一化带会中指示要阁员们勇于认识 多接受媒体专访 为政策说明辩护 甚至还要求大家把市政效果多归功立委 那如果有立委来电24小时内就要回电 就是希望修不骂政府跟党团立委之间的裂痕 让法案能够顺利过关 好我们持续来关心红案判决出炉 其中13人都被轻判3到8个月 家住宜兰的陈毅宇母亲呢 得知儿子被轻判后露出难得轻松的神情 不过另一名被告上市范左宪面临撤职 他的母亲哭诉为儿子喊员 好持续关心红中秋安一审是8名被轻判 曾经参与解剖的法医高大臣直呼判决太扯 认为法医石台平在法院翻供才导致轻判 曾看过红中秋解剖报告的台大医师柯文哲 说轻判是全民的观感 他从判决书看不到真相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猪肉价格飙涨 为了替消费者荷包把关 高雄田辽农会出产的咸猪肉坚持不涨价 原来田辽的毛猪共同运销量是全国第二多 农会一年多前推出的咸猪肉礼盒打出知名度 这回不涨价一来回馈消费者二来 当然也可以趁机将市场开拓更大 从台南起家的生活百货 明家美传出全台舌家分店 将在9号最后一天营业后关门歇业 那会员累积的点数可以换商品 但也只提供换到16号为止 不少的供应商赶在明家美关门前 把商品装箱搬走 很多货架都已经被搬空了 王浩带您关心 湿湿冷冷的天气恐怕还会持续一周以上 今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桃园新屋 只有11点1度 高凌峰追悉演唱会昨晚登场 葛小杰打头阵开唱 其中宝蒂和老爸跨时空对唱时 现场的音乐两度出现问题 让宝蒂打掉 更多的新闻内容稍后带您关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心天气的消息 受到冷气团影响 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桃园新屋 只有11点1度 白天中部以北 以及东北部地区的气温仍然偏低 现场局说潮湿下雨的天气形态 还会持续一个礼拜以上 好带您关心 昨天下午5点多一辆载着21名 香港旅客的游览车过寒冬的时候 因为驾驶没有注意到限制高度的标示 撞上了台北市锦州桥的桥墩 有8人受到情伤 台北市一名吴小姐 她的LINE被诈骗集团盗用 对方是不断用她的口吻 欺骗吴小姐的亲朋好友 那她的母亲就被骗去买了15万元的游戏点数 但其实吴小姐她早就被朋友通知 说账号被盗 她也是删除 重灌了APP 还更改了密码 没想到还是阻止不了诈骗集团 海南市大学路和胜利路口的斑马线上 竟然被不明人士用黑漆 喷上一次陈大校长黄黄辉的卡通图案 陈大学生认为把校长喷在地上 就像是践踏校长一样不太恰当 那也有学生认为 可能是和南融广场的命名有关 小孩上游泳课 上到感冒肯定会让家长好心疼 新竹一名黄先生气愤的说 目前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几天前上学校的游泳课 没想到回家时全身湿哒哒 因为已经着凉了当天马上挂病号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儿子上课的游泳馆 更衣室不足 但是上课的人数多 大家只好两三人起一间 在老师无法督促的情况下 同学玩水嬉闹 害得一旁的黄小弟都游玩泳更衣结束了 还是全身湿打打 依然叮当在小巨蛋开场 粉丝热情捧场 不过昨天却出现了这一幕惊险画面 叮当唱到一半 突然掉进了1.5公尺深的机关洞里头 粉丝吓坏了 还好工作人员协助之下 马上爬上舞台 说自己没有大碍又卖力的继续延长 明星副业开店 台北东区是主要战区 不过就是因为租金太贵了 零路店面 美平的月租行情至少上万元起跳 从金融海灶之后 房租是涨了五倍 进来一人开的餐厅 像是姚原浩以及周杰伦开的餐厅 都结束营业 该到其他地方设点了 很多人都觉得凶宅没人敢住 但是您知道吗 有人专挑凶宅来投资 在台北中山区 一般小套房要价600万 买凶宅对砍半价300万就能当房东 投资报酬率是高达3%到4% 知名的投资客帅过头 早年就靠先租再卖的模式 一次大赚上百万 但是呢 他说赚这种钱 冥冥之中似乎也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来看到在台湾有不少的学生 或是上班族都会趁有空的时候 窝在动漫出租电杀时间悠闲一下 那现在在繁忙的美国纽约呢 也有类似的行业 这项服务称为松口器 用户只要透过手机应用程式app呢 就可以搜寻到可使用的空间去松口器 每小时只要25美元 接下来这项发明 让低投足的朋友们有福了 但您看到德国的一项最新研究 设计一种在移动环境中呢 也可以及时显示影像的技术 并将这个技术放在智慧型的手机上 只要在走路的过程投影到平坦的表面 就可以观看到讯息相当方便 我们将镜头转回台湾 当时是来关心顶王风暴延烧两个礼拜 现在更烧出经营的五大谎言 在昨天执行长陈世民 有两位律师以及发言人 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 除了认错道听之外呢 看到陈世民还有律师两人 六度顶王式的九十度弯腰举功道歉 希望大家给顶王谢个机会 他说发展步调需要慢下来 蹲下来等等来说明 但是整个记者会三十分钟 遇到是不是跟股权扯上关系的问题 陈世民一律师推律师来带打 不愿正面回答 老板陈世民认错九十度鞠躬 一连串坦诚遭到踢爆造假不实 那其实还有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位常出现在五老郭文宣中的五老婆婆 陈世民还曾说为了学得失传百年的锅物 长达三年来往台湾日本奔波 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说的活灵活现 现在证实五老婆婆根本就是一号幽灵人物 陈世民道歉时 脸色铁青赶紧由在场的发言人接话 承诺近期将调整顶王企业所有的文宣内容 顶王麻辣锅虽然经历一连串的造假风暴 但是整个集团仍继续向其他事业版图拓展 目前集团预计在台中的经营商圈附近 再开设一家大型牛肉面连锁店 攻占其他事业版图 国际消息来看到美国第二大卫星电视公司DISH领先群雄 把网路电视化为现实 DISH在3号宣布和迪士尼达成长期协议 获准透过网路在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桌垫等 播送迪士尼旗下频道 为新一代的宽屏影音服务趋势定调 现在乐高积木正行无论是比价网站 饭店业者英国电信业者甚至是英国心脏病基金会的广告 全是以乐高积木重现 这回各大品牌团结合作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另外时装界也以合资企业模式引领这股风潮 国片看到上映后好评不断 让电影中的景点也跟着爆红 有人整理出四大景点清单 到底有哪些景点入榜呢 先休息一下广告后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看到美农传统小吃板条 除了在地人外也是不少观光客 到美农一定要来上一晚的 但是最近在板条街上却有部分的业者 将板条的价格往上调涨 主要是要反映成本 不过也有相当多的板条老店担心会影响客源 执掌外带 店内吃的则是自行 吸收成本暂时不会调整 先回放一下来看到 后春世界三大兰花展的台湾国际兰展 7号在台南登场之后呢 第一个周末假日果然吸引满满的人潮 上千株的兰花争奇斗艳 而且大会公布这次的全场冠军呢 是一株大白花V3 光是两梗就开出了59朵花 而且呢左右对称 纯白无瑕的难度真的很高 而且除了漂亮的兰花 这次还推出兰展便当 选用兰花色系的便当盒 菜色都是道地的台南特产 限量推出非常抢手 好同样和吸金的国片 卡诺热印开出亮丽票房 连电影院也跟着受惠 在台南有家老戏院呢 去年曾经因为票卖太便宜了 被骗伤终止播映权 导致生意跌了八成 现在改成顾客花180元看电影 戏院就免费送点心的优惠 搭上卡诺热潮找回不少客人 除了票房开出好成绩 连带着让电影中的相关景点人气 也跟着爆红 就有人整理出电影剧情里面 和家业市相连结的四大景点清单 包含了中央喷水池的投手吴明杰雕像 还有家业市棒球场都在这份名单内 大陆节目我是歌手 又有台湾歌手加入了 双人团体动力火车 接替被淘汰的歌手和张宇 一起立平冠军 不过张宇的表现始终不受青睐 比赛成绩垫敌 已经有被淘汰的危机 而表现相对亮眼的邓紫棋 却用一首歌来表明 他和林佑佳的练曲已经画上句点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 下周油价的变动 中油公司依浮动油价机制计算 从10号凌晨零时起调降 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0.2元 汽油不予调整 调整后知参考 零售价格分别为 92无牵汽油每公升33.9元 95无牵汽油每公升35.4元 98无牵汽油每公升37.4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则是32.7元 以上就是最新的油价资讯提供给您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整点新闻 稍后也请您持续锁定环宇新闻二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荣 我们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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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调价值则